非凡抢先报看盘高手 尤其对许多投资者来说 今年当然能够领到股息 是件很过瘾的事情 但是呢领股息那还得填息呢 那完全填息股 我们先前也透过视频 跟大家来进行掌握 那我们来看看贴息股有哪一些 也赶紧跟柏杰先进行电话连线 你好 明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也找出了 目前贴息呢7%以上的标的呢 也有高达呢有34档7%以上 那我们很严格嘛 那贴息10%的一个部分 包括了有大田 但是因为它还有多一个减资啦 还有呢九旗 德绿 华盐 还有包括了远见 凯义 莲雅 绿电 还有伊阳 福邦正 王品 长华 还有明安跟富邦梅 这个以上呢 其实都是有珍珠耶 因为今年配的都不少 你看伊阳配6块5 远见配9块 甚至可以看出来连雅的部分 也配了5块钱 是不是富邦没配8块 所以柏杰先我们看到这些配息股 然后贴息的演出 您怎么来看待呢 好我想从刚才明娟 讲到了这一串名单里面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刚才明娟有讲到伊阳 伊阳其实它是营养集团里面转投资跟医疗相关的这个公司 那最重要的营养又是什么 又是华硕集团底下 所以我想其实对于伊阳来讲 长线当然它是有富八八价值 但今年比较可惜是说 因为整个营运似乎在某些产品策略上有受到冲击 所以你会发现到在整个这个营收跟获利的表现不如市场的预期 所以导致说股价是跌的 那我会觉得如果像这种公司除了伊阳之外 类似形态的 你去看到可能在遇到不好的时候 或是产业景气循环 它稍微是往下走 你中长线其实你可以去做追踪 那等到业绩开始 每个月都是出现年征年征年征的状况 甚至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的时候 那就符合什么 符合未来可能出现标股选股的条件 我想这个可以这样来做追踪 那另外你像大田跟明安 这是属于什么高尔夫球投的产业 那其实如果以时间来讲 暑假他们最淡 那之后呢开始慢慢才会旺 所以呢反而股价在这个先前大涨过后 它拉回来修正的这个同时 那你去看如果在贴息的过程当中 去搭配到整个营运的表现 似乎在这边可能比如说7月或8月 营收不再这个往下走了 开始慢慢往上走的时候 那我要告诉你 可能下一次的布局的机会又来 那另外一个是说 比如说看到刚才有高价股 比如说富邦美的部分 富邦美比较可惜是说 今年整个台湾的这个电商的产业 你看到这个这个网假跟商店街 跟虾皮打一个两败俱伤之后呢 对市场的资金它开始在害怕 说我投入这个电商之后啊 会不会跟他们一样 那刚好最近有一个新闻的议题 讲到什么 讲到说这个政府有核准 这个货运的运价要来做调整 那当然市场它又会联想了 那如果说这个运价调整之后 我这个快递物流成本上升 是不是就伤害到电商的产业 所以你也会造成说它短线上 这个前期是预证发力 可是其实啊 我说真的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富邦美这几年它是越做越好 它比这个网假成长的速度还要快 而且目前整个营运的规模 已经变得很大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 一些好的股票可能在整个产业 比较低迷的时候 你反而更应该要去注意 哪一些它未来展望是不差 公司本身体质又是好 反正在这个时间点可以慢慢来做关注 OK所以在贴息股里面找珍珠 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个研究 我们同时也把贴息7%以上的一个相关股 在镜面当中来进行滚动 那比较特殊的这个华盐也是贴息 它有现金5块银配0.5 还有呢支配1块钱 但是这个Ella的一个讯息 如果有所改变的话 那也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契机 贴息股里面来找珍珠提供给大家 غ Simpson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